那侯友宜現在民調都第三 那他個人傳出認為說 原因是認為國民黨徵召他太晚 你怎麼看這個說法 其實我跟你講喔 這都預料中的事 你看看喔 韓國瑜在還沒提名之前聲勢很高 一開始選就開始調 這個我非常清楚 為什麼我這樣 因為我們這有實際執政經驗你就知道 要同時候選人跟行政首長有困難 因為這跟議員不一樣 如果有很多議員那跑掉一個 反正這樣講就不好意思 其實在議會也知道 多一個議員少一個議員沒有人注意到 但是行政首長他也是一個 有很重要的很多工作 所以一定會出問題 你想想看喔 不管是高雄或者是新北市 颱風 地震 火災 槍擊案 什麼奇奇怪怪安全一大堆 你知道喔 如果只有你一個人跑出去選舉還好 如果你跑出去選舉 那把你的主要的幹部都帶走 那就很清楚 像新北市一定陷入無政府狀態 那這個都會 我覺得這整個 整個政府的效率一定出問題 那這種東西是這樣 一定會滲透 會滲透到地方去 其實你不要看台灣喔 小小的一個 發生在任何一個城市的事情喔 慢慢都會傳到其他地方去 從一開始我都知道這一定會出問題 市長 跟柯文哲 市長本來就是認識的朋友 所以我跟柯市長的互動會非常的自然 大家彼此見面 如果有機會碰盪 就會非常打個招呼 我們大家一起 來面對7月16號 司法改革 居住正義的議題 大家一起讓沒有辦法做到的民進黨 能夠下降 那會不會在之前有包多公的爭議 所以讓這個柯文哲的支持者 質疑參加活動的正當性 選舉的奧波又來了 不但是 這次熱患人潮 更重要的 我在監察院的財產申報 一切合法 大家都可以去檢驗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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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郭台銘有被騙的感覺嗎 崔明志的兒子說 bedrooms ets of Šofiro Rend .22 improve your apology 希望大家面對所有外面什麼的雜音 我們團結一次 好口試被外 大家希望的是 我們焦慮者 要轉化成我們支持的力量 一起往前走 民進黨 政府說 二十萬設宅要蓋 結果呢 跳票了 耐清的說 房價正在降 所以這也引起了 對寄住正義 大家的不滿 所以明天 大家會騎上海盜 我個人在整個住宅 寄住正義的過程當中 特別提出 我們希望租房子大家租得起 租金能夠實價登陸 以及 房支支出能夠作為 累積扣除了的上限 不但租得起 我們會拼色財 用多元的方式 讓色財的量不斷的大幅提升 也要防止炒作 不斷產所得 要漲價歸東 更重要的我們要挺青年 讓一英的青年可以優先入住 以及 我們希望 能夠優先入住的方式 更採多元化 像年輕朋友 如果 這個 輪流制 以外 能後制以外 最重要的 有些 重簽者 這個 老師 重簽力 因為低 所以 有 有落簽者 我們希望 能夠未來 在落簽者的機率上 我們如何去彌補 讓大家都有機會 助到社會制裁 所以 這些社會制裁 在今天我臉書 爸也有初步的發表 我想 最近各位在媒體上 也都看到很多 各式各種的民調 侯市長 也曾經公開的表示過 說 在他過去民調高的時候 他也從來沒有 驕傲過 所以他現在民調低的時候 他也絕對不會氣餒 因為本來就是民調 我在過去選舉中 負責的都是民調的工作 是我的主要項目之一 所以真正深入了解民調的人 就知道了 你可以回頭去看各種歷史 六月七月的民調 往往都是最混亂的 但往往也跟最後的結果 是不一樣的 所以現在這個民調 民調在台灣政壇上 已經變成一個工具了 民調應該是一種科學 但常常被這個 政治人物拿來當作 藝術操弄 因為從題目的設計開始 到整個民調出來以後的解釋 還有中間操作都有空間在 我們常講抽樣誤差 抽樣誤差之外 還有非抽樣誤差 非抽樣誤差可以造成更大的這個數字的不同 我已經經過查證知道 目前 有些人已經在民調公司 去要求 說如果你依照我提供的題目做 我願付90萬 如果你們依照你自己的題目去做的話 是50萬 50萬都高了 這個是經過查證 卻有其事 民調機構的負責人跟我正式正式 而且他拒絕了 所以這樣操弄民調在台灣的選舉中 現在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我還是第一次聽過 不過大家可以去查證 有些民調公司如果有認識的話 看看我講的是不是事實 我是早年做過新聞處長 我就跟各位媒體講過 我不會騙你們 對於媒體我一向不會欺騙 我可以不告訴你 但我絕對不會騙 那所以我剛剛講的這個是 我也查證過 不知道各位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問題 謝謝 Barrach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